雖然說今天還是有新增本土的確診個案 但是以數字來說並沒有一系的暴增非常多 加上現在疫苗接種率一步步的提升 是不是也代表著說 我們與病毒共存的機率越來越高了呢 怎麼說我們看到台北市長柯文哲他就說了 如果沒有一大堆的社區不明感染 台北市將會從15號開始逐步的為解封 包括了電影院以後就可以開放飲食了 還有校園或者是老人福利中心 動物園天空館等等他都要戴口罩 但是已經也沒有了所謂的人數上的限制 至於別旅行的話也是可以去 只要你疫苗打滿的話就OK 我們看到台大公衛教授陳秀希也提到了 現在的疫情數據上RT值已經降到了0.4 而至於疫情比較嚴重的桃園還有高雄 RT值也都小於1 加上現在疫苗持續接種的加持之下 渴望走向與疫共存 至於指揮官陳時中 雖然說在前幾天的時候才提到 不放棄清零 但是同時也點出了 未來與病毒共存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也強調了Omicron變種病毒 它的傳播力是相當的強的 已經沒有辦法這麼快速的進行疫調 很有可能完成疫調的時候 已經傳染了第二波甚至第三波等等的 希望在這狀況之下 人人都是防疫小尖兵 不能夠只靠政府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請訂閱開啟小鈴鐺